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曹内政权只持续了35年 就被晋王司马延篡位 建立西晋王朝 在中元伦建后 司马市偏安江南地区 继续维持东晋准权 东晋皇帝的权力每况愈下 最终在东晋元西二年422年 被宋王刘豫篡位 建立南朝宋政权 陈南朝宋高祖武皇帝刘豫 可不是一般人 按照史书记载 他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弟弟 楚元王刘娇娜二 十一世孙 具体的谱戏内容如下 娇生红一侯父 父生宗正辟强 辟强生良成妙侯德 则生良成杰侯安民 安民生良成离侯姓姬 姓姬生良成宿侯曾 曾生宗正平 平生东武成令某 某生东来太守景 景生明京恰 恰生博士红 红生狼邪都未亏 亏生命定相太守某 某生携成令量 量生进北平太守英 英生相国愿西 西生开封令旭孙 旭孙生混 使过江 居进陵运丹图县之经口礼 官至五元令 混生东安太守静 静生运功曹翘 视为皇好 岳使君简单翻译一下 就是刘娇生了红一侯刘父 刘父生了宗正刘辟强 刘辟强生了杨成 妙侯刘德 刘辟生了杨成姐侯刘安民 刘安民生了杨成离侯刘庆祭 刘庆祭生了杨成宿侯刘辰 刘辰生了东汉宗正刘平 刘平生了东武成令刘卯 刘卯生了东来太守刘景 刘景生了明京刘恰 刘恰生了博士刘红 刘红生了狼邪都未刘亏 刘亏生了曹魏定相太守刘卯 刘卯生了邪成令刘亮 刘亮生了西晋北平太守刘英 刘英生了夏国苑刘兮 刘兮生了开封令刘旭孙 刘旭孙生了东晋武元令刘混 刘混生了东安太守刘靖 刘靖生了郡公曹刘翘 刘翘就是刘玉的父亲 这个谱戏可以说是相当完整了 但有几个关键节点 岳使君要给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 刘娇的孙子刘辟强因不是长子 没能继承父亲的侯爵 但他让儿子刘德再次获封阳成侯 第二 东汉宗正刘平 没能继承父亲西汉阳成苏侯刘臣的爵位 是遭遇了新朝皇帝王莽篡汉的历史变故 在东汉重新开始围观 没能再次封决 第三 刘平让儿子东武成令没有留下名字 只能用刘卯来代替 第四 东汉狼邪都为刘亏的儿子曹魏定相太守 同样也没有留下名字 只能用刘卯来代替 这里则是经历了东汉向曹魏的更迭 第五 曹魏协成令刘亮让儿子西晋北平泰 守刘英 从刘英开始进入了西晋王朝 第六 西晋开封令刘旭孙让儿子刘混 在中原混乱中南下 成为移居近邻郡丹图县京口里的第一代 最后当的东晋五元令 处在两晋之角 应该说 刘玉的谱系也有漏洞 一是两个流氓 二是不少人只有官职没有生租年月和事迹 但考虑到他的家族在西汉灭亡后比较平淡的传承 有这样的谱系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基于这层考虑 刘玉的机冠在史书上 就是彭城县随于立 因为彭城是西汉藩蜀国楚国的都城 刘玉属于楚王苗义的 也就是说 经过曹魏 西晋 东晋三朝后 老刘家的江山又回来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